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赏服务 所以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话说我在网络世界认识了一位做广告的朋友 我间中都会和他在这个社交媒体谈论 但一直大家都仍是一个双交的关系 都没什么机会可以真的聊聊天 今天就终于让我有幸抓到我这位网友上来 跟我去聊聊聊聊聊聊一些广告上的生态 又或者说他本人 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有趣 也是很有才华的人 我可以这样说 我们今集就欢迎Rudy Rudy亮你好 你好水兄 千万不要这么叫我 我真的和你做的事相比 我真的受不了这一句话 不要这么说 这个可能是先礼后兵的事 今天我本来想找你谈谈广告上的行业 因为你本身的Facebook 都可能会多说一些广告的事 虽然你也说了很多其他事 但广告似乎是你主要的定位 我通常对于现在的广告业 都是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你可以厘清一下 我的既定印象是否很错 例如现在经济比较差一点 广告业就会惨淡一点 这是既定印象一 第二就好像是 现在社交媒体碎片化了 变相广告行业也碎片化了 然后第三就是基于一和二这个印象 广告行业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好做 你觉得我这些判断 是否大致上都精准又或者有很大的误差 又不是很大误差 不过有出入的 还有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 你第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的广告 我直接点说 现在的广告客户洗钱 是不是洗得比以前少 如果你说香港整体的广告支出 其实这几年都还是有微升的 是微升 不是以前那么大升 是有微升的 但是为什么会有些人说 不是我客户少了很多钱 在我那里 比如媒体的朋友也好 公公司也好 因为刚才第二点你就说了 其实是碎片化了 所有东西都是真的碎片化了 那么我的鸡鸡是没有大叔的 但是其实那鸡鸡是慢慢微升 但是同时间 鸡鸡越刹越小 越刹越小 每个人收到那份就会越来越少 有一期就更加明显的 那鸡鸡很多给了某一些的升 某一些的蓝团 那十二位 当然不是十二个评分 但是有几位分得特别多 其实一个广告预算是超过一半 你会看到尤其是做制作 会叫苦连天 因为这种原因 因为那些钱 真的很大部份给了他那个升 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 现在是不是越来越难做呢 因为感觉上 我比如看智名与春娇 当时余文乐的定位就是我广告日 接着就要追求女儿 又吃 没有很安静 然后再看以前我认识的一些 现在企业的高层 都可能是有广告业的背景 譬如你刚才说的升 既然现在的那个董事总经理 老生老辉 他都是有不用做 感觉上 以前就是很多人才或者专才 就会做广告行业 但是现在感觉上又难做了 又或者可能人才偏向单一 就做了医生多一点 我经常会觉得这个行业是难做了 这个世代 这个世代我只可以说没有以前那么 glamour 以前某程度我想经济起飞 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经济起飞的时候 我说香港的情况 如果你说欧美国家 就再早点起飞 广告业也都随之兴盛 当时是很glamour的 还有很多入广告行的都是 外国读完书回来 受过外面的所谓浸过盒水 有点像当时的新浪潮导演 很多在外国读完书 受过外国影响的回来香港 做广告 真正香港本土出生 本土受教育 而做得成功的港人 大概都是八十年代 未九十年代初慢慢出现的 最早刚刚起飞的时候 很glamour的时候 很多都是外国回来 也都很多以前 我刚刚入行 我还是很流行的 在国际港公司 通常都是一些太子爷 太子女 就是一些很出名的超级富豪的第几代 就会放入港公司 浸两三年 然后才回到百夜打工 这是以前的现象 但是现在港国行业 尤其是香港的情况 已经没有了那种所谓glamour 跟以前都挺不同 比如我们讲的一些财者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财 比如黄占 或者他们都是做过 其实那个cross disciplinary 都挺厉害的 因为他又是填词 又是文人 又是才子 亦都是主持 跟着亦都是跨渝乐圈 角上广告 可能是其中一个slash的一个方法 其实是的 其实是的 某程度 以前我刚刚入行的年 我九十年代入行 我九二年入行 九二年入行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的老闆 现在叫slash 其实是被职 他们同时职了几份工作 好像公司又不介意他 比如我那时候我刚入行 我还有写歌 有写着雜誌 那些老闆见到我 我说可以继续做 这样很好的 扩阔一下你的视野 或者看的东西会较阔 以前都鼓励这些风气 而且那时候可以容许得到 但我想今时今日就难一点 因为你就算做的职业 也没有什么钱赚 以前做的职业 是有钱赚的 比如最出名的 有一些是帮 我们港澳公司有两种 一种是写字 刚才说的黄占先生 另外有一位很出名的林振强先生 还有最近会搞作品展的周礼貌先生 都是那些所谓copywriter的广告人 我也是copywriter出身 我都某程度看到这几位 我就很想入广告行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想做音乐的 我就倒转了 我就打算进去做完广告 然后就慢慢地做回音乐 希望因为会认识到人 其实最后就继续做一做 这是另作别话 但是你说回刚才 以前都真的挺流行这些所谓slashers 写字那班就会填词 很流行去 有些作品会发表 另外art director art director就是另一种的創作 是这样的影像 那班人通常最喜欢香港做什么 做唱片风套 因为80年代90年代唱片业都还是很风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闻过当时某大唱片公司 一个月一年是出十八个月两 真的很夸张 对了 当时就是这样的 他们就有预算去做唱片风套的设计 通常都会找一些广告人去做 你说的那种似乎在现在的定位就变成艺术家 譬如我想起就是陈又堅 有一山人近帝强 这些他们就升华了变成艺术家 例如我听陈又堅先生 他都会说我以前帮张国荣 如何设计唱片的封面 后来他又比较以设计师的身份 现在就变成了收藏家 又或者一个类似art critic 我都不可以说critic 总之是一个艺术欣赏家的人 他层次不同了 就升华了 然后一班人就去了搞艺术的感觉 有一山人 Stanley Wong 他前身也是一个很出名的 所谓art director的广告人 他又做电影海报设计 当年从庆森林大家都 现在还会记得的那张海报 电影海报 他也有做唱片 我有印象 一样是有的 但现在譬如我看到 最近这些唱片的方面 可能他们就反过去找艺术家去做 其实大家可能在广告上 都是在制作一些东西 那艺术可能也是在制作一些东西 譬如最近一个歌手叫马天佑 其实我不太听那些歌 但因为他找的艺术家去设计的封面 是一个菲律登的艺术 我又看他的作品 因为他的臉上画了一只手 类似一些叫blame 所以我就发现 原来现在也有很多 会用艺术家的艺术 或者设计 或者广告 现在是不是都开始 大家混乱 然后打到乱了 其实传统都一样是这样的 因为那条线很blur的 我最近去了另一个在pmq的活动 都有讨论这个话题 就是说 其实设计和广告有什么分别 其实其实是挺不同的东西 设计就真的 我们叫做一个所谓 视觉也好 体验也好 的一个整理 设计是做整理的 简单来说 是去organize 但是我说艺术 艺术就不是organize 不一定organize 艺术是会自由奔放 颠覆 但是这两个工种的人 其实是两种人 一是两种结合 其实 任何情况都有 不过很多时候 香港的教育就很喜欢将 设计和广告 或者艺术混合在一起 其实是几种的mindset 挺interesting 但是我们去回 刚才我刚才说的 那个广告业的生态 就是现在碎片化了 其实到底你作为广告 或者你的同行 他们现在是怎么样去生存呢 譬如可能他分拆公司 分拆多些不同的公司 可能摘多些不同的碎片化了的 碎片化了的 我知道你说的哪家 化整为人分散 我不特别指令人分散 就是我只是说一个模式 是 就是这一种 还是硕性是downsize自己 不要摘这么多的job 因为每一次 你可能养很大牌人的时候 又摘不回那个 大的revenue 其实公司都是 会不会有营运分散 其实是 是 好 其实回答你第三个问题 刚才第三个问题 就是现在是不是没那么好做 就这个真的很视乎人或者公司的 有些是难做的 但有些是好做的 因为那些东西 B客 其实你问我 因为现在的客户不会 他会很大很大的钱扔死你 就是他就算最多budget的一些客户 其实包括我其中 我公司都很有行有 就是现在全香港 花得最多钱的一些的 广告客户 都是我们公司的客户 那他比起以前 所谓广告比较兴旺的时期 我刚才都有 麦后有讲过 还有所谓的mass media的时候 他真的一块很大 一次过扔给你 那为什么他不会扔那么大 他相对其实 我觉得这些客户是文明了 没那么恶的 就是我经历过那些巨无霸的客户 以前真的很大 文明的意思 就是可能是很多要求 改完又 当然视乎人都会发生的 但是以前那些 就真的可以很夸张 他基本上是可以奴役 广告公司 一些很大间的广告公司 都被他奴役到 没有订期的 因为他的钱真的太大 就是他随便一个campaign 是说着以前那个时代 就是随便一个campaign 是说几千万 如果大一些那些是接近一亿的 以前真的会做到这样 所以他就真的可以很凶的 那现在你问我相对的客户 一来就这个年代的客户 我觉得那个教育 在关于媒体 关于marketing 甚至乎关于广告的专业 他都比以前那几代多些的 有好有不好的 好的地方就是他懂事一点 OK 这些客户 这些人比以前 你又没得骗他 你又没得吹大两句 哇以前 譬如你说 占叔那年代 大家仰慕他的才华 我又不懂广告的 你帮我想吧 你帮我搞定吧 那现在不是 现在的客户 其实很多 他自己是 读过marketing出身 有学术背景 甚至乎 去过广告公司 浸过几年 才去做客户 所以其实他对广告公司 的要求和合作 我觉得是专业过以前 我想我够年纪大 可以说的 就是我都做了三十多年 在学 以前那些客户 其实很多钱 但他未必真的很专业的 那我怀面以前 就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其实 如果我是很多客户 欢心的 其实客户有很多的 海量金钱 海量支持 我可以做到一些 好爆 好厉害的东西 但现在 这个时代难了很多 这个时代是因为 大家计算了 他聪明了 他专业了 即是说得差一点 他没有那么容易被你 压到 所以其实那个合作是不同了 我觉得现在是专业了 还有你问我 我现在比起我以前 看着我的老闆 给客户 鱼肉的情况 我出来开公司 以来我没有出现过 你说的现象 是金融业也有的 例如以前的泰冠大妈 就信iBank 那那个iBanker说什么呢 你就信他 或者买什么呢 你就信他 或者BuyFickBank 反正现在流行一个概念 叫做Family Office 就是那个泰冠 我自己也有几百亿 我为什么要给你 Golman Sack JP Morgan去赚呢 反正都是那个人 去照顾我而已 我不如直接刮那个iBanker 没错 去我那里打工 没错 那我就搞定了 没错 所以现在反过来 那些Family Office 上面管钱的那群人 其实是跟二三十年代 之前的iBanker 一样是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本身 他在管厂的少林子出来 现在就被老闆上识 他就直接under 其实有点像你的那种状况 有可能在广告公司历练员 就直接去帮大品牌 然后再更加精明 以前一向都有这样的过渡 所以刚才我都说 很多的 尤其是客户的第二代第三代 在港国公司浸过 国际港国公司 通常都一定是 浸过了 就回家做事 或者去回大企业里面做 这个情况一向都有 但是 过去那十多年 我想这个情况再加剧了 有些再年轻一点的 以前可能做到中层 或者做了五六年 就过去做客户 现在甚至乎有些 真是很有经验的 广告人去了做客户 这个是全世界都发生着 这个是新的trend 像你所说的 我想很多行业都一样的 亦都会衍生了 有些客户 香港不算那么重要 但外国就很重要的 就是一些大的品牌 它会有自己的 in-house的团队 尤其是科技公司 最大的那几间 你说得出的 Apple Google 它会在最劲的公司 挖角 和Meta 挖角过它们的 in-house 甚至乎我听说Tesla Tesla Tesla 都是呀 基本上它在香港 已经接近審极少budget 以它那麽大的规模 在香港的budget 是不合比例的小 因为它都是挖几个人 自己做就算了 还有它们是会 中心的地方做 所以其实 客户那方面 未必那么靠那个公司 靠的程度和以前会计不同 所以变成了Dynamics 亦都不同 没得看回头 因为其实世界正在变成 所以你问我是不是难做了 我觉得比起我入行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舒服了 做得舒服不是说可以轻一点做 但现在是我觉得专业 比以前的家专业 我不用太过 只是靠我的关系 或者我的名气 或者我甚至乎 这几年最明显的现象 我想过去那十松这年 最明显的现象就是 我们一些 譬如我这样 我一些十个人松的公司 甚至乎我开公司那人 只有我一个人 我做到很大客户那人 我都只有四五个人 我们接到一些 平时一间 一百几十人开公司接的东西 其实我都在想 整个行业的方式 比如四个人的小公司 其实你不会做完所有的事 其实是不是好像IT那样 都是分工作出去 找不同的家庭去搞 其实就变成了 那个公司 他就不用带太多的 overhead 就真的变成策划为主 其实是不是走这个方向 其实很大型的国际公司 根本都是走这个方向的 不过他的船大一点 他大部分的东西 譬如拍片 都是找外面的导演 摄影师 找外面的摄影师 很少他们是in-house show 做media的 可能你做完planning 那个buyer 就outsource 都有的 都挺常见的 尤其是去到做digital的时候 因为其实digital的东西太快 因为catch up不及 很多时候 media的部分 很多东西都是outsource 那些大型的国际公司 都是这样做 那其实 只不过他做的scale大一点 但是现在变相了以前 要木门对木门 竹门对竹门 我是国际大品牌 我是HSPC 全香港最大的advertiser 我要找一些我那个 级数的公司 才可以服侍到我 但是现在不是的 现在不是的 现在其实基本上 我初头以为 我开公司 我应该都是接一些 本地的客户 second tier的客户 但其实不是我开公司 就已经发觉 已经不是这件事 明白 还有我想 亦都是因为 我都很鼓励大家 去所谓创业 我发觉 原来我自己开公司之后 会有一些大集团的CEO 直接找我 以前我们去到 Marketing Director 已经是最高 可能平时接触到的 都是一个Marketing Manager 但是现在我们 一来就是一个集团的CEO CMO 甚至乎我见过 某个客户的CFO 所以他们 因为 虽然我一家小公司 但是我是一个 公司的创办人 我觉得那些客户 对我的尊重是 好过我以前打工 我就算做到很高层 我以前都叫做到GM level 在那些大集团里面 但是我发觉 咦 我出来之后 好像我地位 我地位高了很多 虽然不是说自己聰明了 只不过是 他们会对你 那些 respect多了 还有知道你是 不是打工的 你擺个生活 可能也不同 所以我觉得 我也会在这个Mike 借个机会 鼓励一下大家 哪个行业都好 真的要试一下自己做 尤其是这个时代 以前就说我现在 创业有很多成本 但其实譬如我们那行 我们创业 其实第一个要考虑的不是资金 第一个要考虑的 是都要考虑的 所谓资金就是 你可不可以 预了两年 没有收入 你可以维持得到 供到楼 或者 这个我想要基本想想 但其实最大的挑战是 找不找到对的人 和你一起去工作 那你说要不要 很多成本的 那我们这类 这样的无烟企业 其实基本上 不用真的很多成本 其实都是人力成本为主 是人力成本为主 基本上 每个人有手机有电 大家沟通到 出到气 甚至出到设计 很快 你拍片 录音 说回拍片 拍片 以前很大顿像 我刚入行 我刚入行 还是菲林的年代 你想像一下 会怎么样 成本 分分钟都是钱 分分钟都是几十万上落 但是后来有Digital 所有东西之后 就真的变化 变完了 其实我们自己公司 都有一个小的团队去拍摄 会尝试去做一些製作 自己都 以前你不敢想 因为你器材 各种东西都很贵 还有没有那么多工具 现在很多工具 譬如你现在 我们在录音 我不知道你会教很多其他 譬如剪声 剪画 我知道外面有很多做内容 基本上都是高质素 很多工具 可以做到 剪声 自己加字幕 全部都可以 AI 帮助你 所以我想这几年的变化 是快得很惊人 我想再多几年 我不敢想像 AI有没有冲击到你的行业 就是你刚刚提到 现在一个很流行的关键字 它都挺冲击到我现在做的事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兼容 譬如一些文字上面的功夫 是简单了 或者一些数据资料的整合 是简单了 但是始终你的那个行业 仍然有創意的元素 我就不知道它会不会有几大程度 是冲击了你们做創意的部分 还是可能都是折散了流程 又或者有一些工中 可能都是无法避免 我觉得最大的冲击一定是 你服务的客人 他都会吃 这个工具 不是一个秘密 就是我再度一下大家 说回以前你做 我在TVB 投票媒体 那个券卡 我拿和你拿和他拿是不同的 是很神秘的 是吧 商业机密 是吧 就是你不是每人都拿到那个券卡 但是现在在互联网的媒体 这些是很透明的 在互联网的媒体的时代 就是你一个小客和一个大客 投票Google 投票Meta 其实是平等的 我还记得十年前 一法无要求被上市的时候 都被某一个媒体爆了他们的券卡 就计算他们赚多少钱 那时候都叫做上了新闻 甚至乎人们说你没有商业道德 但是现在我开始觉得世界又改变了 就像你所说的很透明的 很透明的 其实现在的Waycard 根本就是WhatsApp 大家赚出来的 甚至乎我不是什么大公司 我也是一个小的工作生 我自己也有社交媒体 当然也有些求联网 知道大概多少钱 问多少钱 我都直接回答 一个数据 其实我发现没有个价格 都已经全世界都大概知道 找得知 是啊 说回你的问题 就是说AI对我们的冲击 你问我最大的冲击 就是这个跟之前刚才说的资讯一样 AI这个工具 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拿到来用 基本上是 现在你最大的一些AI的公司 它也都很积极去敲 这些国际公司的门 比如Adobe 比如OpenAI都会的 再之前疫情期间Zoom 他们会很懂得敲一些大企业的门 我特别taylor make一个 你们的 你有compliance issues 我帮你taylor make一个 只是你们 在泰里里做hosting 所有东西都在你们最安全的环境 只是你们公司的 譬如你是汇丰 你是渣打 你是恒生 不断说银行 因为这个财经节目 没有问题 其实这个行业是比较多 会有这样的机会发生 这些客人 其实我可以很肯定 其实每间我刚才说的公司 都有直接跟他们有对口 他们得到的资讯 跟以前说的公司 得我知的 因为我跟以前 TVB很友善 我跟苹果日报 跟东方日报很友善 我知道很多的 獨家的新的媒体 运作的玩法 我又可以拿到一个特别好的 以前可以这样 现在没户了 现在客人 拿到的东西跟我们一样 所以你只可以 用资讯不对称 你只可以 你只可以加多些 你human touch 才有的东西 我觉得譬如我是做文字的 很多时候用AI AI 帮我检查 有没有写错字 我觉得可以的 帮我写我觉得不行 所以human touch 是的 我就算我都想过 我可不可以写一个 王瞻的bot 其实都有人提过 我可不可以写一个 林直的bot 帮我填词 没有说不行 我相信是可以的 但是他会不会做到 林直那些 神来之不的东西 无端有首歌叫做 任我行 都不知道哪里爆出来 这个logic AI 做不到 但是AI的工具 是很powerful 做一些分析的东西 做一些现成的资讯的东西 尤其是放一个Excel 帮我分析 给一个recommendation 我找他做得到挺好的 某些工种 是一定会很大的挑战 尤其是你做一些 所谓媒介分析 以前突然间 有一段时间很热 提到所谓的 所谓的 data analyst 现在最能够的data analyst 就是 可能是open AI 现在我估计 那些资讯 不对称 刚才你用的 设计得很好 那样东西 我觉得 你始终学经济学 你会熟一点 所以我都要听你的节目 学一些经济学的东西 这个是挺重要的变化和打击 对于任何行业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 客人一定会比较聪明 你不能带他 这样做不到 我试过做到一些东西 这是真的 当然这件事 我说出来 很多人会骂 就是客人当然觉得 一些东西按过键就可以 当然其实不是按过键就可以 但是 因为他都触碰一下 那些工具 他大概有个sense 觉得有些东西 不是你说得那么难做 他就播 会有这些情况出现 所以你一定要叻叻他 明白 我也想多问一点 因为你刚刚提到 就有几大的媒体 可能以前審广告 就審几大的媒体 就搞定了 基本上就布天盖地 我就有时候都会用了公关的那个mindset 去想那样东西 就是譬如可能有些公司有agenda 或者政府有agenda 他都是找回以前 就是台长 社长 主编 主笔 搞定这几个人 我现在每个机构都搞定这几个人 那基本上就搞定了 但是现在的税变法真的去到太厉害了 就是譬如可能 这期就流行A的youtuber 下期又流行B的youtuber 那是不是要不停地继续 看下这期哪个人是行 然后可能有agenda 就去找他 因为税比拔得太厉害 当我这些小户的时候 都会收到enquiry 我在想 比我更大的内容生产商 很量 如果变相 你要推一个campaign 以前可能就是engage一个单位 现在可能要engage 不夸张 可能要100 所以刚才你说 那些饼是小了 即是每人拔得那块饼是小了 以前 都不用很久之前 我想是几年前 我找陶先生 已经搞定了一半了 例如 可能我call他 不是最appropriate 但都试过我有些客 我说这个case找陶先生 陶先生 是对 做过那件事 找了他 大家很满意 搞定了 已经 等于以前TVB大台 刚才我说的 英文报纸搞定scmp 电台我就找商台 搞定了 我可以带到一个风向 现在不行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哪里点火 我去找很多地方点火 我记得那个时候 好像不知你说过 还是谁说过 譬如 金手指那部电影 推出之前 他真的审判到 无孔不入的地步 Ming仔 翁正正 翁女俠 他都说自己是瘦 但他因为太有钱了 他就说 杨先生 不用了 我直接捐了他 起码他 他也是被人机缺 还有很多 海量 我觉得某程度 是因为 再无所谓一个 Mask 好Mask 的influencers 以前Mask 的media 去到有一些 所谓 好Mask 就是我饮食的 找采生 是不是 说旅游 我忘了说旅游 找谁 说时装 找邓达志 某一些专栏作家 这也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很大影响 现在是没有了 专栏作家的东西 都存在 但影响力大 是的 以前的专栏作家 我都叫做 幸运地 叫做报纸社 我觉得我都应该 没有太多人看 但其实我每次写 我都发觉原来 是会有人看到 以及有些 老板级的人看到 就问我一些意见 原来那个 传统媒体 那个报纸 尤其是在报纸里面 一个专栏 一个格制 影响力很大 以前是Wise News 说每个企业的工都 是的 他们都搜索了 让老板看 有些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 都很出奇 一开始23岁 写《苹果日报》 都突然之后 很多老板 又认识我 又认识我 又听过这个名字 其实那时候 就有过这样的威力 但现在 应该没有了 譬如 可能你要有很厉害的神力 不知道突然之后 之后就开到事当真 小薯剧 拍一些很厉害的东西 霸出去 或者好像YT大哥 又不停去 在网上做联系 又有真材实料 才可以再霸出去 以前真的有个格子 说得难听 以前真的坐定粒落 你只要霸到位 以前所谓霸地盘 我都记得我试过 有位前辈 因为我以前写乐评 他说我都会休息了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即是计算 他一直跟我说 他说我受不起 但以前真的很艰难 才霸到地盘 霸到地盘 你霸到地盘 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这个时代不同了 首先地盘很多都收拾 都不存在 媒体的影响力 没有那么单一几个大媒体 影响到那么大 现在变成所谓碎片化 即是每个人 一个好像一个普通的人 都可能你会 没有想过 刚才你说的小事 是当真 即是初头出来 可能一些 说得难听些 那些老屁股 会瞄他们 这些什么事 咦 他很快比较职 即是不要说很远 他很快已经爬过一百步 甚至乎 其实交替是越来越快 都花无百人空 那样东西可能会 即是他们都要想着 我也相信他们这两个 即是讲讲下 他们都变成了大人 我觉得小薯企 如果只说媒体的话 他不是说creativity 只从 business model 来说 他 stable 这么多 即是他不需要每一次 有新的东西 其实我最喜欢就是雪櫃冷笑 是雪櫃冷笑 可以做五千集都可以 没错 这个是scalable 这个真的是scalable 但我觉得我去过一个conference 有当时刚刚冒起的一条 一条 那时候很厉害 很精品色的片 是精品色的片 他拍得这么漂亮的东西 怎么可能每天出到的 大佬 是否聘请很多人 不是的 现在网上都应该找到那篇文 还要用英文写 他说了其实他怎么拍片 令事情是scalable 他是定了几种的拍法 几种的镜头运用 他定了 一个镜子 不会花了几个分钟去拍 他组织了有几个template 有几种template 他可以令事情很scalable 你刚才说回小薯企 他有一些东西可以scalable 但其实其他的网上媒体 不是这么多做得到的东西 每次都五穷六绝 再想一些新的东西 不断新的东西 很累的 就好像创业 创业就是狗死一生 创业也是 你不知道那样东西会否创业 你不知道 很辛苦 很辛苦的 然后再调到广告的那个界 比如说就是 首先我又要再超前部署 如果在你未红之前 我就找你 可能大家会friendly 做朋友 grade 又可能有机会红一些 然后到你红了的时候 你又开高价 那些关系 又变上你又要好像升下 要先找到一些有potension 跟运动员一样 又或者客人要接手 最重要的客人要接手 好 沒錯 超难的 当时你想想 其实就算Michael Jordan 想那间Nike 那间港澳公司 想售给Nike Nike也是很抗拒的 还有Michael Jordan 自己本来想要簽Adidas 因为Adidas那人比较劲 他又不是很想 但怎样可以售得到 我当时是很厉害的 看回那本书说 即是Phil Knight 即是Nike的藏牌 他都出了庙子那件事 但死前难打 他又觉得自己 这个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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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帮你这间公司翻身的人 其实这些真是可疑不可求 我大部份时间 坦白说 我都不成功 我每次觉得这个正 小薯茄 我很早试过 recommend给客人 那客人是什么 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 我们都试过 但现在就很强 是啊 我们都试过 其实 我自己不懂 但还是一直问 年轻的同事 你们看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其实不是每次 那些客人会接受 而且你找得到他 可能他已经是红了 当你接受的时候 这些情况 看你谁敢信自己的 所以有些客人 或者有些 广告公司 他们都会觉得 这个成功了 我有案例了 那我才决定 下一步 才找他 但可能已经太迟了 你有没有那个 膽色去找呢 这件事我想是 可遇不可求 我自己成功的次数 都不是很高 所以文莫又觉得 跟我现在做的事 那个 逻辑有些类似 可能你选择股票 也选择一些便宜 或者我收藏艺术品 很难找好些艺术 也可以说是容易找的 但你永远不知道 会不会成功 会不会爆 我们永远都不停 透过Instagram 那个世界 你就不停在那里 看这个人有没有追踪 那个人有没有跟他合作 尝试去找一些蛛丝麻跡 反过来 可能广告找一个 一样的内容生产商 去合作 都是要不停去看 譬如这段时间 我很喜欢看香城影画 他不够广告 我不认识他 但其实我也有时候 会想心一层 就是 譬如这种做短片的 内容生产商 可以走多久 有些可能 是 八毛的玩几年 就可能要再转型 然后可能 事当时 亦都要想方法去再转型 现在 那期学不了 那之后 可以如何去长期 对 花毛八月熊 是 说得很老土 但真的一个 是 永远的定律 但其实 譬如你们的行业 看到这些这样的生态 会不会有一些 垂直 或者横向的整合 譬如我认识一间公关公司 他就有个mindset 就是我收了老板的钱 我就不停去派工作 给不同的内容生产商 为什么我不自己 建了一个媒体 去栽培呢 他有试过建的 但又发现失败了 我不知道他失败了的原因 是自己不懂赢 或者是 labor cost 太贵 还是 到后来老板 动息了 派回给自己 好像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其实这些这样的整合 在广告业 那里有没有 机会会发生 还是发生过 那些人都失败了 就维持一个 很轻生的一个 香港失败的 例子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大的媒体 都尝试行你 刚才说的老 就变成做广告 是的 有些大的媒体 不如我自己 设计一些 page 我自己设计几个 page 我就可以收回广告 但其实最后 我们所说的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客人会觉得 你来去都要recommend 你自己的东西 你自己的人 有少少这样的 以前大台是一样的 我的签艺人 都是一样的 logic 是不是 我要捧声出来 我记得老先生 也是这样想的 初头他刚刚加入Will的时候 我有一次 有一个机会访问他 刚加入Will 不是很久的事 大家都讲过人 大家都copywriter出身 他都说 我们Will一定要捧声 一定要搞到自己的声 那我们才有允计的 他真的搞到了 很成功 但是那件事 不是想说这么简单 因为你要营运下去 等于韩国那些女团 男团 其实死了一百对 没错 我不知道你记得 有个游戏 叫 Angry Birds 那个创办人来过香港 我次问他 这个游戏很厉害 你知不知道我已经死了几百个游戏 哈哈哈哈 其实有点这样的 所以其实你那个 你那个 香港市场这么小 这个游戏不是会 那么容易玩的 因为你是要不断 不断有新东西 不断有新东西 不断再拌一些新东西 你才可以 要保持下去 你说有没有成功 有的 譬如日本有家很出名 最大间的港口公司 叫 Dan Su 他是很多艺人 譬如你玩拍AKB 你要惊计他的 是的 他是做艺人代理 他是港口公司 他又做媒体 他又有时会做一些 电视台合拍内容 什么都有的 基本上是 他们成功 他们是很成功的 因为他那间公司会打 是很大的 巨毛巴的公司 那个scale做得到 韩国我相信 都有类似这样的模特 那个公司做了整个 整个生态系统 是的 做了一家最出名的 我忘记那个人叫什么 他本来是做 糖果业出身 就是做confessionary出身的 接着就走去做娱乐的 是什么 是的 譬如上流寄身族 Parasite 就是他们投入的 譬如 那间公司 其实他们也是 一个 生态系统 自己做完的 我也是 广告客户 我有产品 买的 我有那些饺子 卖的 我就用那些艺人 卖的饺子 for example 他在做这样 这个一男子 做了整个生态 是 可行的 不过 这个market given 要够大的 香港的market 小 和香港的潮流 变化更加快 因为这个地方很intense 所有东西都会走得很快 尊得很密 我能够想到的 可能就是 阿秀高 阿杨先生 英和 有英和娱乐 英和电影 英和金 其实大家都同一个体系 可能会 推荐自己的产品 自己的产品 又找回升 去 去带回 但同时娱乐 可能刚巧 那期有另一个B 带回出去 又再捧另一些星 其实都是 类似 其实 我听闻 股先生也有 类似 股先生也有 港澳公司 都会用他的艺人 他也会用自己去拍 有后期公司 其实 他做到 因为他的市场 不仅是香港 刚才你说的 杨先生 他做到 因为他的市场 不仅是香港 如果我只是一个 本地媒体 我想走这条路 其实 会有多困难 会有多困难 好 我们今天时间都差不多 好 Rudy上来 和我们谈了一些 广告上的生态 我们之后 后续 还会有一些 精华部分 是会再和大家分享的 那我们今集时间来到这里 下一集就再和大家见面了 拜拜 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 YouTube的80元会员计划 这个80元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的 所以就 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那你问我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会回答 那就非常之划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也都放在comment和capture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欢迎去打赏 那我们也都会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这个是一个点唱环节 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可以说出去的话 那就欢迎pay me打赏我们 那我们也都会 就是将你想说的message 就叫做公布开去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想点唱 想我说出来的话 也都 feel free去pay me打赏一下我们 那就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还有就在除了我们有这个pay me之外 那我也都有一个patreon订阅产品 那patreon订阅产品就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30万面试套演的才记 那我就放在patreon产品那里了 那但是具体的做法 你就要订阅我最高tier 就是95元或以上的tier 你才听得到到底那个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释整件事 那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version 那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呢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那大致上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优惠 那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到自己那个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技的话 你就要订用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版本 因为一个月可以套30万面试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演的话 这个财务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 甚至乎我是教别人有一种税务缴交的方法 可以一月的税是透到五月去交的 那也都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 那我想这些的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一点 或者了解多一点这样 那除此之外呢 阿妍呢 我就教别人怎么省钱 又或者教别人怎么可以做好这个理财财技 最近 那赚钱的东西呢 就反而阿妍呢 就更厉害了 虽然我都找到很多钱 最近在Forturn Inside Prime里面的股票都中了很多 那但是阿妍呢 她的那个投资回报就真的非常厉害了 这个月都捉到几只呢 是两三日前买就立即有一个爆炸性的回报 几十个% 然后在上一个月的美股也都升得很厉害了 有几只 都是可以升到过倍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Google 就是有张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填一张form 那就和阿妍了解一下她的那个投资策略等等 就和她了解一下沟通一下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呢 真的这一年怎样都好呢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去换多些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那四年呢 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去换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这样